来 下一位 接下来要上场的 就是上一场被马思纯意外淘汰的易老师 伊丽静一向是言语犀利 但是上一回和面对马思纯突然讲起了礼貌 就输了 所以我们再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希望你喜心革面 做回那个尖酸刻薄的自己 然后我们有请伊丽静 大家好 我是上一轮被复活的伊丽静 我很羞愧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被复活过 被复活的感觉太丢人了 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 五条人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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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到现在 你们看看台上留下的这几个人 还有槽点吗 反反复复被吐槽多少遍了 李大 你设计这个节目的原则是什么 是省钱吗 不办不是更省钱吗 有道理啊 你知道你们节目的评分 跌得跟基金一样了吗 不可能 没有那么狠 而且 你以为这就到底了吗 厂上的人实在没有槽点了 就找些所谓的大魔王来 你们看看罗翔 他有什么槽点 精通法律 知道如何用合法的手段制裁你 李大 这是槽点吗 这是优点 也是你们笑过文化的痛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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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大魔王 奠定主播达斯玛 他有什么槽可吐的 他都活在虚拟世界里 你看他现在 表情呆滞目光空洞 你们让我问他什么呢 大司玛 你掉线了吗 就这个比赛 只有一位选手认真对待 忽兰 大家都在嘻嘻哈哈 只有忽兰认真的跟备战奥运一样 输赢有那么重要吗 你难道没听罗翔老师说 荣誉是有限的 只有德行 才是永恒的吗 你听过 但你做不到 你永远要赢 永远那副德行 我上一场输给了马思纯 也确实是拿他没办法 他一边撒娇一边不讲礼貌 我能怎么办 没礼貌我比较擅长 撒娇我确实不行 我要是撒起娇来 那也太没礼貌了 冯冯 今天就算我不赢你 五条人也会赢你 大张伟也会赢你 你就是本期淘汰的大热门 回家了你也不要难过 练一练keep运动直播客 在家染指更快乐 再过三十分钟 你就该难过了 赶紧收拾行李回家练练吧 欢迎来 五条人有首歌叫 《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那么问题来了 五条人请听题 你们觉得自己是五条人还是喜剧人 你们知道大众不停地复活你们 只是为了看你们搞笑吗 你们能不能出一个会员纯净版 冲会员去歌 把净华都去掉 只留下华中取宠的东西 吐槽大会也应该这样 冲会员只留下大张伟 人可三天两头在微博上发自己读书的照片 是因为现在流行知识崇拜吗 只要你在微博发一些看书的照片 就会收获一群没时间看书 但有时间刷微博的粉丝 他们会惊叹 他好有文化 他怎么做到的 我告诉你他怎么做到的 先打开手机 再打开一本书 然后用这部打开的手机拍这本打开的书 一个崭新的知识分子就诞生了 人科曾经炫耀过 有女生为他读书七个小时 你觉得这浪漫吗 他为你读书七个小时 你为他做了什么呢 让他大声点吗 感情再充沛一点吗 告诉他别害怕 读完你就可以回家了吗 皇上 人科你那么喜欢别人为你读书 应该让真正的读书人 罗祥老师给你读 罗老师最爱读的就是苏格拉底 还说我像苏格拉底 罗老师 你知道苏格拉底和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他是被大家投票投没的 而我需要大家的投票 昨天 我们失去了苏格拉底 但今天我们为什么不保住毅力镜呢 谢谢大家 我是需要大家保住的毅力镜 谢谢毅力镜 谢谢毅力镜 想要保住毅力镜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投票